以後如果你要鎖 比如說你的標題 這個叫標題 標題欄 就是在橫向的話是標題欄 縱向的話是標題列 那通常 因為如果你假設 有 就是有欄位名稱的話 通常放上面 可是如果你還有縱向的列的話 通常會佔 A欄 所以A1這個儲存格 通常會避開 所以原則上 大概就是這樣的排列方式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能夠得到 一個 這個公式的話 這個公式結果如果 假設你沒有加這個錢的符號上去 你最後結果一定會 錯誤 那主要錯誤的原因是因為你向下填滿 它一定會自動加1 所以如果你假設自動加1的話 向下記得 什麼地方會加1 反正只要是儲存格 這個就儲存格 A2 A2 B1 都是叫儲存格 所以如果假設你這個空點 向下填滿的話 只要是它後面這個數字 就會自動幫你加1 所以加1的話 你說加1會怎麼樣出錯嗎 如果假設你向下填滿 你這個位置 A1變A2應該是沒問題 A3 有沒有都沒問題 可是如果假設呢 你這個地方向下填滿 應該一定要指向這個儲存格 叫B1有沒有 那問題是你向下填滿 B1就變B2 B2變B3 那問題這個就錯了 所以為什麼要在1的前面 加一個錢的符號 表示說呢 我這個地方 向下填滿的時候 不要幫我加1 你加1我就錯了 OK 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不懂這個概念 以後你要快速產生一個表格 就會出現問題 OK 那另外你說老師 為什麼你A的地方 要加一個錢的符號 很簡單 因為你只要怎麼樣 我們剛剛是 向下填滿 向下這樣OK 那還要向右 因為我這是一個表格 如果也要能夠成功的話 你只要向右填滿的這個動作 特別注意 它就會針對這個儲存格 不是後面這個列 是前面這個A跟這個B有沒有 它只要向右填滿一個的話 它就會自動加一欄 所以A就會變成B B就會變成C 那你說這邊會哪邊出錯 因為你向右填滿的話 理論上上面這個A 這個B變C應該沒問題 這個變都沒問題 有沒有 但是問題 你這個A欄的地方 你不能變 如果你變的話 變成本來應該取這個位置的 結果取到隔壁的 隔壁是不是啊 OK 所以會發生錯誤 那 如果要把它鎖起來很簡單 反正就在前面加個錢的符號 OK 這個我想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假設沒這個概念 那以後你說要快速產生表格的結果 就一定會 失敗 OK 當然啦 你說這個實在不好理解 你花一點時間應該 我覺得也不難 如果你不用鎖定的方式 你有第二種方法 就是你用Column跟Raw 你會發現 為什麼Column跟Raw 它不用加錢的符號 因為它是指的是一個相對位置 而不是說你固定 指的是絕對位置 有沒有 所謂的絕對位置 就是說它一定是指哪個儲存格 那這個Column跟Raw的話是相對 相對於你現在儲存格 到底是哪一欄哪一列 OK 這個是相對位置 所以相對位置的話呢 那就不需要加錢的符號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公式 就很快可以把它產生 那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VBA 那VBA當然我們之前有請ChalkPT去做啦 只是說位置不一樣 但是結果我覺得倒也沒有說 太困難 那只是說你的敘述方法 我們這個ChalkPT 我好像在這邊有個對話 我有分享出來 所以如果你要看的話點擊 那我這邊有個敘述 請幫我撰寫什麼 所以我開頭 如果我想要讓它產生 Excel的公式的話 那我開頭就跟它講說 請幫我撰寫 其實請也不用啦 或者幫我撰寫 Excel公式 那它根據哪些呢 所以你跟它講說 我要根據B3到J3 不過你說 老實我這個 現在不是B3 我是B1 有沒有 到J1 所以你改一下不就好了 這個是 橫向的 這個是縱向 然後你跟它講說 你的資料在哪裡 你要怎麼參考 然後有沒有 這個是A4到A 我們應該是A2 A2到多少 A2到A10 那你就把那個範圍給它 產生99成法表 可以輸出 輸出範圍的話也改一下 輸出好像我們現在是這個範圍 那這樣它就自動會幫我寫一個VBA的程式 其實蠻快的 如果你不會寫沒關係 它會很快的自動幫我把它寫出來 底下其實你就是 有沒有 這邊就是之前幫我們寫的 你把它複製貼過去 結果就OK了 這個也可以改一下它的那個敘述方式 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今天我不要用Charlie PE 我希望自己寫 我記得我們大一是有寫VBA 不過這個地方其實如果假設我們自己寫 也不是很困難 當然首先的話呢 你必須要先把VBA呼叫出來 那VBA的位置 就是在這個 這個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區 這邊記得開發人員這一定要打夠 這個之前我們做過了 可是你們應該很 如果你沒有在工作 我想要用到這個機會很少 當然你順便複習一下 開發人員裡面Visual Basic 點一下 然後第一件事的話 你就是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就可以開始寫程式了 或者是說啦 插入我記得這邊也有一個插入模組 反正這邊都可以啦 只要先加一個模組 然後把程式呢 就寫在這個裡面 所以我假設我要寫一個 我希望待會請各位幫我做一件事 就是寫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按下去自動產生 一個按鈕是清除 那寫的方法的話 我想這個等於複習一下 第一個你要寫一個Sub 空一格 名稱的話就要99成把它表 OK Enter一下 這樣的話就會產生Sub的結構 接下來的話 工具裡面選項 我建議一次把它放大 工具選項撰寫風格 把它放大12 12好像還是有點 14好了 OK 那再來的話呢 我如果想要 讓這個VBA能夠work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寫 首先的話當然 需要寫兩個回圈 這兩個回圈的話呢 當然如果你覺得一次完成有點複雜 我建議你可以先漸進的 所謂的漸進就是先輸出 一列就可以了 橫向 然後再去思考全部 所以如果假設啦 我們野心不要那麼大 我只希望說 輸出到這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的話 是 橫向的 所以我可以寫一個什麼 4J 如果寫 橫向我習慣 用那個變數 縱向用 用I 橫向用J 4J 等於 1 輸出的位置 1到9 反正這邊都1到9 1到2 9 那記得Enter兩下 打一個Nest 它就會幫我在 這個地方 產生一個變數 叫J J的詞 會 在1到9之間變化 OK 我要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這裡 所以這裡的話 所以你要指定儲存格 那再來你可能要 知道一個規則 就是儲存格的規則 儲存格就Sales Sales 刮符之後 那你要輸出的範圍給它 那輸出範圍的話 先列 哪一列呢 一定是第二列 所以你就輸入2 豆點 那再來的話 輸出到哪一欄 哪一欄 那不是 這個應該是B到J 不過你不能用文字 你用數字 所以如果用數字的話 跟J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這個應該是2到10 可是我的J是1到9 好像相差1耶 所以我就怎麼樣 把這個J怎麼樣 加1不就好了 後刮符 然後他就知道 你要輸出到這個範圍 後面加一個等號 等於什麼呢 1乘以 那我前面一定是1 所以這個1是固定的 等於什麼 一個文字1乘上 後面的話呢 是一個放個什麼 放個J 所以你就結束一下 空一格 AND 然後再加一個J 因為1乘以1 等於 等於再AND AND一個等號 記得AND的前後 一定要空白 再AND AND的結果 結果的話是1乘J 因為1乘任何數字 都是他原來的結果 OK 反正這個輸出 這樣應該就寫完了 我看一下 應該這樣就OK了 所以他就幫我輸出 這個是輸出到哪個儲存格 這個是輸出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等號的話 是把後面的東西 丟到前面的儲存格 OK 那層次應該第一列就寫完了 所以我們分兩次好了 你一次要寫完 可能太難 OK 好 執行一下 看看結果 OK 看一下 有沒有 1乘1等於1 一直到1乘9 OK了耶 那你說老師 那1個而已啊 好像不夠耶 我想要整個全部耶 那全部的話 你變成 就必須要思考第二個問題 就是你這個 可能會需要第二個變數 這個第二個變數的話 就要去改變什麼 改變他這個 啊什麼 列的位置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第一階段好了 第一階段就是先 先把這個九十八表 先輸出一列看看 如果一列OK的話 我們再思考全部的好了 OK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